豆香草 你們有沒有這些... 大家不知道的秘密呢? 好,我想到了 給我 我自己有一個 我很喜歡用洗澡液洗頭水 因為可以一次過全身洗掉 一次過衝走 很多時候會累 我的秘密就是腳背有毛 不信 不信 要拿出來看 下次給大家看 如果是藝人和藝術家 你會想做哪一個角色 我喜歡做范林家人 我覺得做自己最開心 我想知道你覺得什麼是最討厭的 我自己最討厭的除了是魚之外 就是指甲刮到髮寶膠的聲音 尤其是入行工作 可能會有很多類似髮寶膠的板 每次工作人員刮到 我就立即打爛了 我最討厭身邊的髒 因為我重視清潔衛生 所以對於髒的雲點我很討厭 我現在才重新了解這個朋友 對於你來說 什麼才是藝術呢 你要看你喜歡的人的一個眼神 它也可以在你煮一頓很美味的食物 其實藝術在我們生活中遭遷 你有沒有打開你自己的感官去感受 去發現它 我想問一下你們心目中100分的男女是怎樣的 我自己心目中100分的人就是你最愛的人 我以為就是你 如果有人愛我 在他眼中會100分 我自己覺得 只要你愛的人 就算那個人有多少缺點 或者有多少漏雜也好 他在你心目中都是100分 所以我覺得愛是可以令到包容到那個人變成100分 很感性 理性的人我覺得不是 因為我很愛我媽媽 但我也不會說我媽媽100分 當然是9分 我覺得任務完美 但我媽媽也接了100分 我想問藝術是怎樣改變了你的人生呢 它怎樣改變我的人生 它不斷令到我可以自我反思 努力啊 然後原來我是這樣的 原來我的人生是這樣的 哇 那你就有很多的發現 所以一點都不會覺得無聊的 我想問你們 你覺得什麼是美麗嗎 我自己覺得美麗是意思是自信的表現 世界觀對美麗這個字 其實每個時期都有不同的一個標準 但是我自己覺得 只要一個人有自信的話 他相信自己的話 其實已經是很美麗了 嗯 我也覺得美麗這件事很主觀 就是大家那個人人同 我覺得很認真很努力做一件事的時候 就是當一個人投放心機 有時候精力去完成一件事 那件事就會美麗 所以我們三位都很美 是